因為老公其實反問他兩三句 就完全可以挑戰掉他邏輯上 根本就不是為了怕浪費 他其實有更多浪費的地方 你去開開太太的衣櫥 什麼叫浪費你就很清楚 你叫這麼多菜 我不能再叫麵了啦 我會吃不完 我要吃掉你吃這菜 你那麵你就分這一碗給我 我分給你 對啊 我們再叫一碗就好了 不要我吃不完啊 為什麼你不願意分他 不是 如果我麵分給他 這個就不是一個很完整的麵嘛 對我來講 他就不是一個最正確的味道跟比例 你要知道這個牛肉只有四塊 可是這是太太耶 你再講一次 你說你如果分給我 你的麵就不是完整的比例 那你覺得我們的婚姻這樣有完整嗎 我們不是應該什麼都在一起的嗎 如果說是像昨天吃排骨飯 你跟我要半塊排骨我可以給你 那是為了你膽固醇 不管為了什麼 我的意思在我的立場看來是因為 我分了你要的東西給你吃嘛對不對 我分享了不要說分啦 分享了 但今天這碗麵 對我來講比較重要 因為它是永康街的牛肉麵 我等了兩個月 終於跟你講我們要來吃這邊 如果你真的吃不下 我覺得你就再加一碗 我們不是沒有錢 我不想浪費東西 我跟你講 我阿嬤說浪費東西會早死 你希望我早死嗎 你不能為了讓我活久一點 幫我這個忙嗎 老婆啊 你知道你現在在鬧脾氣 你的意思就是說 我智力不如你就是了 沒有沒有沒有 我沒有這點 我只想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 你覺得他在鬧脾氣 我覺得他在鬧脾氣 他在找茬 他在找茬 請問是誰在鬧脾氣 如果你剛剛就把麵給我 我們現在都吃完了 你就在那邊扯這麼久 是誰在鬧脾氣 你就是在扭 就像小男孩不把東西分給同學玩一樣 就跟我們昨天在公園看到 那個小女孩 只是要那個球分他踢一下 那個小男孩就神經在邊 這位太太 你為什麼不能再叫一碗 浪費會早死啊 現在到底是誰在扭你 這個講法才像小孩吧 我們這樣講好不好 我們一起打拼了這麼多年 我們所有東西都分享 但你總得 一起打拼都分享 沒錯啊 那 那你總得留一點點 我私人的空間給我吧 譬如說如果說這碗麵 就是我最喜歡吃的麵 難道你不可以讓我 你娶我的時候沒有說 你要私人的空間 不然我也不會選你 你又再吵糟糟了 那你就委屈一下 分他一個麵 你會不會 就可以 就可以繼續人生啊 你會不會覺得現在我這樣 你也很痛苦對不對 那你就把麵給我 我就不會再講了 不是 會 會 聽我講 這碗麵現在對我來講 是我最想吃到最珍貴的一個東西 你最珍貴的不願意分給他 不是 他是你太太耶 不是 你最珍貴的是那碗麵 不是我 你是人 這是食物 我指的是食物 我連一碗麵都避不上 我要上人嗎 謝謝 不能出這一招啦 不能出這一招的啦 還有 那你覺得 你覺得這個先生在想什麼 我覺得就是一個距離感 你知道嗎 就好像說 我們剛剛在聊一個部分就是 譬如說我要有我自己的一個下午時間好了 我要出去三個小時 這三個小時 你可不可以給我完全的自由 你還相信我 我們現在講的是麵啊 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 如果這三小時你要說 不行 我一定要跟你半個小時 我一定要跟你share一個小時 我就會覺得你踩到我的底線 跟這麵是一樣的意思 我今天如果 如果這個麵它不是很重要的話 就是說 像我剛剛講 它只是一碗滷肉飯 你要分幾口去 無所謂 可是我真的很愛吃它的比例 跟它的湯頭 對我來講 它就是一個享受 但你要剝奪掉我這個罪 也許在這婚姻裡面 我跟你有很多事情 分享了之後 我沒有那麽的 愉快 可是我願意跟妳分享 因為我知道我們同甘共苦 那 那太太就是 太太的想法就是這樣 她都只看到她自己 覺得舒服的地方 她都沒有看到她那麽任性 她其實這些小菜 我跟你講 我嫁她四十年了 我知道 她每一個都只是想吃一口 然後剩下的都是我在收 我嫁她的時候 身材只有現在一半 因為她就是這麽任性 那她都不知道 我為了她破壞了多少 我的完整 我的品味 我覺得對的事情 她現在來跟我堅持說 她要堅持她的比例 她講得出來 她都不知道她怎麽破壞我的比例 妳是說如果一碗吃完 其實菜都吃不完 我就是要去吃 我就是先有 所以妳再叫一碗 就絕對在菜都會剩 我現在沒想要想 我就是沒想要再叫那碗 怕妳這碗如果沒分 我跟妳沒完 妳知道嗎 我必要一定要說台語 妳知道嗎 妳知道嗎 妳講得很漂亮 她台語講得很好 Sail嗎 好 所以妳們各自傳述了 先生跟太太的一個 我覺得我感覺不到愛 她說的那個空間 跟要被尊重的東西 對我來講就是一個電網 我只要一靠近 就把我彈走 我覺得我跟她在一起 她一直就是這樣子 用這種自由 人權 然後說著冠冕彈簧 然後我一靠近她就把我彈開 可是當她需要我的時候 她根本沒有考慮到 我的界線什麼 然後我又很呆 我從來都沒有在講我的界線 到後來就變成是 好像我一直在找她麻煩 我覺得這個案例 如果裡面 如果鄧醫師是這個太太的話 她絕對吃得到這種意味 她絕對吃得到 謝謝 這次才一個第一碗 謝謝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發生在上個月 我有一對朋友 那老仙人70歲了 老太太大概也快要70了 然後他們就講了一個 他們吃一碗麵的故事 他們有一天去永康街吃牛肉麵 然後呢 老公就叫了一碗麵 然後還叫了很多的菜 那老婆的意思是說呢 那我一碗麵我吃不下 你就叫大碗的 我分你一小碗麵這樣子 我可以吃很多其他的菜 可是老公就說 大碗的麵跟加大 只是多一坨麵 肉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我分你一小碗麵的話 我還要分你肉 那我的比例就會不對了 其實說這對夫妻是 財力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所以先生認為 你就多加一碗麵就好了嘛 那太太就說 我就是吃不完一整碗嘛 我就是不想浪費嘛 好了 當然後來那一餐飯 就吃得不是很愉快 可是呢 我們那天吃飯的人呢 我們大家都困擾 困住了 太太說的也有道理啊 不是有錢就可以浪費嘛 對不對 我就吃不完 你分我一算怎麼辦 那先生講說 問題這麵這樣就不好吃 我們逛逛出來吃飯 我們想吃到這樣吃不鬆快 所以今天呢 到底這一碗麵 背後的一個道理是什麼 這一類的狀況 通常女性她會 她可以叫一碗麵嘛 就好像她自己是 可以擁有海洋 但是她就一定要透過她先生 拿到那一滴水 她就是已經鎖定了 她的滿足來源 必須是這個老公 那這個東西鎖到的時候 其實太太也很 就是很打劫很痛苦 那這種時候 我覺得內心是因為 習慣了要看到男生 就是一定要讓她 有一點點吃虧 有一點點不方便 簡單講就是要 凹一下她本來的那個 那個界線 這樣才感受到愛 對就是 就是剛剛H她一直在維持的 那個老公的那個界線嘛 可是這種女生就是 就是見不得你有完整的界線 她剛剛不一直講那個完整嗎 那那個完整 對我們來講 就一直要挑戰 我就是一定要把你的完整 撥一個洞 然後擠進去 這樣才有存在感 沒有沒有那麼複雜 我只是不想浪費啊 對那是意識上的東西 因為老公其實 反問她兩三句 就完全可以挑戰掉她 邏輯上根本就不是為了 怕浪費 她其實有更多浪費的地方 你去開開太太的衣櫥 什麼叫浪費 你就很清楚 可是我覺得在這個地方 要追溯到的是 為什麼會聚焦在 吃的東西上面 因為我想我真的 有很多個案是這樣 我覺得吃是滿容易牽動 人很嬰幼兒的記憶 所以在作為一個嬰兒的時候 其實是透過大人餵食你食物 或者說你確定大人會把你 可以感受到那個 對 口譽的那個東西 是完全沒有人我的分界 所以口譽期的需求 其實就是說 你要完全滿足我 所以這表示這個女性 她在某種程度上 停留在幼兒對愛的理解上 她沒有辦法用成人的方式相愛的 可是因為我們一旦 什麼時候確定 這個是我的男朋友 就是我可以跟她吃共食 一根冰棒的時候 我會覺得我們是有 是一種親密關係的感覺 對不對 所以其實她在乎的是這個 OK